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好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图雷 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五股比例赞助播出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 二维码关注 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 来 我们认识一下 三位嘉宾老师 心理专家 白燕怡 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情感导师 吴斌 好 让我们一起来走进 今天的节目 从那天以后 我像是重新变成了孩子 是他牵着我的手 带着我前行 教我重新感知每一件事 可是我却让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那段时间的我 世界一片黑暗 我自暴自弃 总是冲他发脾气 赶他走 甚至他在家里受了委屈 我也无心顾忌 所以我想说 老婆 对不起 失明没有让我们分开 我的态度 却差点让我们离婚 掌声有请今天的 被置信人 妻子马继霞 图灵老师好 三位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请坐 那是你丈夫对吧 对 他老给你发脾气 对 他以前是这样的吗 以前 没失明之前没有 他是怎么出事的 车祸 18年的5月份 然后 他是出去聚餐嘛 大概晚上9点左右的时候 我跟女儿还在 跟他打电话 然后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 就是这边快结束了 然后快回去了 你们不要担心 差不多凌晨3点左右的时候 然后就是有个电话来了 当时我一看是区号 我当时第一的反应就是 赶紧摸我的床的左边 就是我老公睡的位置 发现他已经没回来 然后我当时可能都有预感 就想可能是老公出事了 然后接了电话那边 就说 他说 他说这边是 昆山第一人民医院 你要过来一下 然后你老公出车祸了 特别严重 我就直接下楼 腿都是软的 当时走不成路感觉 然后另外我就打电话 给我老公出车祸了 然后就让他带我去医院 然后到医院之后呢 就看到他在紧急抢救室的里面 当时整个情况就是 从鼻子以上的位置 全部看不到 全部都是那个纱布包起来的 当时被推进手术室之后 就是在外面的这个过程 我是一直给家里人打电话 给我婆婆打电话 跟我公公打电话 给我姐打电话 然后就让他们都过来 然后在这期间一个小时 我觉得是特别漫长的 然后等到主治医生 从那个手术室门出来之后 跟我说的话 当时晴天霹雳 他就说 他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老公确定是双目失明的 我当时感觉是接受不了的 我也没想那么多怎么会 我就连续问了医生两遍 我说你们有没有搞错 我说车祸怎么可能会把 眼睛能双目失明 然后他说 你接下来你不要激动 他说你下面是 听的不是眼睛的事情 他说现在很危险 因为他伤的不光是眼睛 他伤的就是说 他的这个胸椎也断了 当时这个背部胸椎 还有右手手腕的位置 他是撞到了前面的车 对对对 追尾 前面是大卡车 就是那种吊车 那他面部是粉碎性骨折 对从鼻子以上 没有一块整的骨头 医生下了病危 对下了病危 他是要去做眼球摘除手术 可能接下来会面临这个 瘫痪 你跟医生说了什么 我跟医生说 我让他们救我老公 当时医生就说 首先要准备至少 八十万左右 我手里只有三千块钱 那时候你们结婚多久 结婚八年 那你怎么筹的钱 我就开始发朋友圈 所有的就是他的这个诊断书 还有我老公当时的情形的照片 发的发我朋友圈里面 够吗 不够 继续借朋友亲戚同学 反正该借的都 他父母呢 父母手里也没有钱 我公公 他可能是也是接受不了事实吧 总是 总是一个人蹲在那个角落 然后我就去经常去跟他说 我说你要想办法呀 然后他说他借不到钱 所以说那时候基本上 都是我在硬着头皮往前面 往前冲的那种 那本来就应该你说过 是应该我冲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在我感觉就是 父母就应该也要带到起头的作用 毕竟那是他亲儿子 是不是 在我老公住进SAU的第四天 我发现就是我公公有防备心 不信任我 防备你什么 他应该担心我 就是不会陪到我老公最后那种感觉 会感觉会拿着我手上这些钱 卷钱跑的那种 就是给我那种感觉 丈夫危在旦夕 是吧 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差点就毁了 这个时候就应该拧成一股伤 这个时候应该更多的人 顾虑到你的感受 没有人顾虑我的感受 我崩溃 我老公要马上去这个上海 去看眼睛的时候 就是突然间想到去上海的时候 就是还得排队啊 就是还有 因为我老公那时候不能 不能就是正常走嘛 还得用轮椅推啊 自己在医院的走廊那里痛哭嘛 然后就感觉接下来路太难了 然后我就站在那个 那医院 医院那个楼是在五楼 然后看着下面 我就在想 是不是跳下去之后就 就解脱了 就以后就不会那么痛苦了 然后当时我痛哭的时候 他们旁边那个扫地的阿姨 都在那里帮我拿纸巾 然后就劝我嘛 你公婆怀疑你 是吧 他们不是怀疑 他们没有安全感嘛 因为毕竟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 就是我找他们谈 我告诉他们 我说爸妈你们放心 只要杨蒙有一口气 我都不会离开这个家 我们现在最主要就是 要凝成一股绳 把我们这个家 然后变得越来越好 你们要相信我 只要有一口气 我就不会走 然后我公公当时 接了一句话 我记得特别清楚 他说 他说时间还早着呢 然后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就感觉 我觉得这很明显了嘛 就是不相信我嘛 他无论他怎么说呀 然后我就是在 我老公第二次进SAU的时候 就是去扬州 找我女儿 回来拍幼儿园 她那个毕业照 我就把我手上的钱 全部交给了我大姑姐 但其实我说句实在话 委屈是委屈 但是如果我心里面 没有任何的想法 时间会证明一切 我也没必要感觉到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不愧对就可以了 我没有花一分钱 我一直在努力着 对 你看这时间已经过去了 这么长了 这件事还各在你这 我伤到了呀 你应该让公婆 自己内心去愧疚啊 你是不是跟你婆婆 一直关系都不好 以前我老公没失明之前 基本上没有什么摩擦 因为我们都不在一起生活嘛 我跟我老公一直在外地 他在家里嘛 到现在为止 当事人还没转出来 我为什么把他留得这么晚 就想让大家听一听 这个女人 在老公出车祸的前前后后 受过哪些委屈 而一个家庭 现在变成了什么样 掌声有请今天的志献人 丈夫杨萌萌 不用坐着坐着就行 特利老师好 三位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感觉得到我在你的右边对吧 有那个可能音响在那边吧 你眼球已经摘出了是吧 对 现在装的是一眼片 每次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他都会情不自禁的哭 我知道他内心肯定是受到了 很大的刺激 就受了很多的委屈 你知道一个人是不可以被打败的 但是可以被毁掉 为什么毁掉 被质疑 每次听到我老婆讲 我父母不相信他 让我老婆把他这个微信里面的钱转出来 因为当时他的那微信呢 是我的手机号办的 我老婆忘记了 一直往他自己卡里面转 怎么转都转不出去 然后他们一直说 怎么可能转不出去呢 我会对他发火 你哪一年这个发生了车祸 18年 那时候 我所汇的东西 全部都是要眼睛看到的 我以后 工作 学习 或者说能挣钱的能力 全部都是要用眼睛看的 我现在看不到了 我养活不了 这个家 我其实很苦 很怕黑 很怕寂寞 很怕一个人的时候 很怕孤独 你是不是经常问时间 经常问 因为你的世界 太阳再也不会升起了 我隔不几分钟 我就问我老婆 几点了 现在几点了 每天都会问 什么天气 都会问 隔不几分钟 都会问 吃饭的时候 夹菜也夹不到 现在好多了 现在可以了 以前的话 我虽然夹不到 但我讨厌别人 给我夹菜 无论是谁 给我夹菜 除了我女儿 给我夹菜 我还好 我母亲 我老婆 我还有我老婆 她姐姐 给我夹菜 我都不愿意 所以你会不会 经常发脾气 我经常会发脾气 我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 就是拒绝别人 把我当成残疾人 因为他们一给我夹菜 就是把我已经当成 那种残疾人那种感觉 我内心非常非常的 拒绝这种感觉 还有什么情况下 会发脾气 我刚出院的时候 我没有买盲帐 我走路的时候都这样 往前走 摸着走 然后快碰到墙的时候 有的时候 可能就差一毫米 我没有摸到 然后马上就要碰到墙了 有人提醒我 我老婆提醒我 我会对她发火 我母亲提醒我 我也会对她发火 我不愿意别人提醒我 我说我告诉她 我说 你就让我撞上得了吗 我说你这次提醒我了 下次呢 你能24小时一直看着 四十歪歪扭扭的 上面写着 这十年 我认识你 是最伟大的事 署名是老公 你写这个干嘛 在SEO 我老婆进来以后呢 她没有 没有我想象的 那个会哭啊 或怎么样的 就是 很带着微笑 我老婆说话的时候会笑 她不会表现出 她很恐惧 很害怕 或者很担心的那种感觉 你那是强装出来的吧 对 我是强装的 我不想让她再担心嘛 然后告诉她 这个钱什么方面 你不要担心 我就问她 我说 我最担心的事情就是 我出这么大的事情 我知道家里面的经济状况 我就问她钱怎么办 她告诉我说 钱你不用担心 我手里面还有三十万呢 她病了之后 你就跟公婆在一块住了 19年的时候 还没有在一块 那时候是在扬州 然后我和老公 还有女儿 在那边 因为我二姐在那边 然后一直都是在扬州那边 然后直到2020年 回家了 就是回老家了 因为在外面的话 就是压力太大了 然后就回去了 就是那时候住在一起 就是矛盾就越来越多了 就比如说 我婆婆就是会问 我们今天吃什么早饭 然后我如果跟她说吃包子 她说那我们还是吃油条吧 她是这样的 就是 这什么问题 吃什么 她一直都是这样 就是我妈呢 你如果和她在一块 她会问你的意见 但是呢 如果你说完意见以后 她立马就否了 自己又来一个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 那天 就是我们吃油条 她就说 她说你们是泡碗里吃 还是就是 就是这样单动吃 我说那你就不用管了 然后我老公当时也说了 你就不用管了 等下我们去吃的时候 怎么吃都行 然后等我去吃的时候 我发现整个锅里 都泡满了油条 而且是泡锅里的 这老太太有点意思啊 她泡西外锅里了 她有她的想法 她觉得 那你问别人干嘛呢 她当时是可能想的是 怕油条凉了 她人家几个兄弟 就她 就我老公自己 还有一个姐姐 还有一个姐 那每次发生矛盾的时候 你的丈夫是什么态度呢 我老公她 她最难处理的就是这一块 每次就是我觉得 她都是说父母不能选择 没办法 她一直都是这种性格 咱们就你就忍忍呗 然后每次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是吗 是的 我不太会处理家庭矛盾 我会对她发火 那你关心你婆婆吗 我关心 其实我特别心疼她 就是有一次我们那边修路 然后要去摘那个花 她就过去了 然后第二天不小心崴到脚了 当时我就跟我老公 我俩都说了 我说你赶紧去看看嘛 别到时候严重了 她就不听 她说没事啊 没关系的 我老婆跟我说了嘛 她说让咱妈去看看 我就去跟我妈说了 然后她不去 到后来疼得不能走路了 然后就去看了 还是去看了 看完以后人家给她打了个石膏嘛 然后回来以后 我老婆就说 她说 我早就跟你说了嘛 你得去看一看嘛 然后我妈就说了 我妈就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吧 可能说话比较直 她可能误解我老婆的意思了 然后她就说 那怎么办啊 我得挣钱啊 又说我不挣钱怎么办 她说你是不是就 就是不能看到我闲着 就是妈就是这样说的 然后这句话一下子把我老婆 给惹火了吧 其实她经常说这句话 其实那时候我特别想告诉她 我也在 我没闲着 我是做的电商 我可能一天到晚在 在拿手机 但是他们认为的 可能我是在玩手机 其实我真的不闲着 就是边闻爱也好 就是自己自用的那些产品 拍照也好 我都是熬到半夜 他们都没有看到的 所以结果是什么 我老婆又给我闹离婚嘛 她说家里面再苦再难 我都没有怨言 但是不被家里面的人理解 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平息的呢 我那天又找了一瓶酒喝了 然后自己一个人在那里 急得垂墙 然后我母亲可能也看不下去了 她说我其实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家里面只靠我挣钱 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也知道 季霞他也在工作 他也在挣钱 他也在帮这个家里面还账 只是有的时候 可能话赶话吧 然后就没有顾及到 季霞的感受 后来他也给我老婆和好了嘛 给你道歉了 对 可以看得出这个房间里的沉闷啊 是的 你是什么时候想来上节目的 我老婆得烂尾炎 然后呢只有我姐 在医院陪着她 她动手术了嘛 住院住了五天 回来的时候呢 本来是要叫代驾的 因为去的时候她自己开车 我姐呢她不会开车 回来的时候 我老婆她自己没有叫到代驾 她就自己开车回来了 十七八公里的路 她休息了两次 中间那个伤口比较疼嘛 我听到以后 心里面特别难受 本来这些事情都是我该做的 都是应该由我去 陪着她动手术 那本来都是我该做的 我却做不到 我心里面也是很难受的 我没有做到一个 丈夫应该做到的事情 反而给她带来了很多的 压力 真的 那时候她可能也是看到我的辛苦 每天早上早起老早去送我女儿 然后呢还每天晚上听课 做笔记 然后特别辛苦 有一次我送我女儿 回来的路上我记得很清楚 她就拉起我的手 感觉手就是很凉 很粗糙嘛 当时她没有表现出来 然后肯定也是很心疼的 过两天我发现她开始慢慢地去做 做事情了 就是开始刷碗 洗衣服 然后那天她就说 她说我给你们做花卷吧 我记得她风雨间成途径 今日梦不上 穿越人海 只为与你相拥 梦 此刻以后 也当同爱的人手 捧你心狂 我只她成风光 去和黑暗一趟 当同伸手 给你救赎热望 此时也因为擦肠 爱的人生在路上 我只她风雨间成途径 而我无伤 这一夜人海 只为与你相拥 我 此刻以后 也当同爱的人手 捧你心狂 我只她成风光 能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坐雷上 好 两个菜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 做饭呀 洗衣服呀 这些事情 都是因为我看到我老婆 她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第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做不好 做不好这些家务的时候 我刚开始就洗碗 洗碗 我自己能洗碗了 我就告诉我老婆 以后碗我包了 后来我能洗衣服了 我以后衣服我包了 后来我能做饭了 能炒菜了 我说以后饭我都包了 全都我做 我知道它不容易 你有没有伤到自己 做花卷 太好吧 没切到自己手 没有 那你还算聪明 我以前就会做饭 麻花 炸麻花 包子 饺子 馄饨 都做 面条 还有反正是烧稀饭 炒菜 还有炕饼 都会 来 再放一个视频 如果明天的路 你不只该往哪儿走 就留在我身边 做我老婆好不好 我不够宽阔的地方 也会是你的温暖怀抱 如果你疲倦了 外面的风风雨雨 就留在我身边 做我老婆好不好 我一定会承受 你偶尔的小脾气 或许我还能给你 一天一晚 一分惊喜 一刻前谈安心的笑我 陪你日出 陪你日落到老 他经常弹歌给我听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弹琴的呀 是我出院以后 我连金给我买的 他告诉我 他说以后你要自己练习吉他 把它学会 然后呢 可能你的世界就会更加丰富多彩 然后后来我老婆就买了一本吉他书嘛 然后经常给我念一些吉他谱啊 或者是那个 简单的那些 小星星啊 生日快乐歌啊 这样的 但是我老婆她也不会 我也不会 所以说你说人就是这样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呢 以前可没想着学这个东西 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弹吉他 我很羡慕那些会弹吉他的 你现在还直播是吗 对 开直播 你直播最重要的是干什么 你有看不见下面的字 我可以就是说带带货啊 来 你带个货我看看 来就带你们家花卷 来直播间的朋友们 看一下咱们家的花卷啊 咱们家的花卷是我亲手做的 非常好吃啊 然后呢 味道也好啊 里面有葱花 放了葱花 还放了十三香 放了好多好吃的 来 朋友们 有喜欢的啊 一号链接去拍啊 你说这带货还怎么做得下去吗 但是有些人看见你在直播和视频当中这些事 他会变得更坚强 对 对 对 我有的时候会连麦聊天嘛 然后我有一个关注我很长时间的粉丝 因为我老婆会发一些就是这样类似的视频嘛 人家就感觉他说你都失明了你怎么还这么 就是说能做很多事情然后还这么开心唱唱歌啥的 他说就被我的这种乐观的精神可能感动到了 然后呢有一次我连麦有一个抑郁症的一个轻度抑郁症患者 好多次他说有的时候想不开 一想不开我就去刷你的视频 就感觉你都能做到的事情我都能做到 给我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动力那种感觉 那你要回答他 你知道吗 我现在能做到的事情我以前完全做不到 对 我也是告诉他了 我说我也是通过自己一点点的努力 我一点点做到的 我现在好了 不太抱怨了 那我们听听三位老师他们的感受是什么 萌萌刚才说到他不愿意别人给他夹菜 是的 他会有很多的愤怒 其实那些情绪情感的表达在我的理解当中 他沉浸在自己不知所措的那种恐惧和悲伤当中 那种恐惧我无法想象 所以当看到最后萌萌在那儿能够去蒸花卷 能够弹琴唱歌 能够有那么开心的笑容的时候 真的 杨萌萌 不管未来你的老婆和你之间会成为什么样子 在人生最初的黑暗的三年 它不是你的眼 它是你生命的希望 我也真的希望在你们未来的这种一明一暗的世界当中 能够有更多的欢笑 对于老人家的担心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色上 他们所有的担心可能都是都有他们的情历可圆 因为每一个人 因为我就刚才就在想 如果是我 我是不是能做得到 我说句实话 我没敢说是 我不知道 其实每一个人之所以对这个世界去信任 还是疑问 都是来源于对自己心灵的拷问 或许 对于小霞来说你能做到的 他们未必能做到 真的很棒 承担了太多太多的东西 所以我真心的希望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将快乐和希望坚持下去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们都说夫妻双方是搭伴过日子 咱之前的这一夜看样已经是先过去了 所以一切现在都是向好的一个过程 搭伴过日子就是这样 虽然萌萌现在看不见 但是妻子可以帮她看见这个世界 但是我虽然看不见 我在其他方面却激发出了更大的潜能 我依然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力量的人 我依然是个顶梁柱 所以眼前的漆黑并不代表什么 现在已经这束光越来越亮 越来越亮 你的生活也会越来越美好 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真心的祝福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拿你们俩的名字先造了个句 在灰蒙蒙的世界里发现了一束霞光 我相信一个能看到世界的人突然失明 他首先产生的是恐惧 是的 婆婆和你的战争是因为恐惧 她最心爱的儿子看不见了 那里霞光在跑了 生命还有什么盼头 请理解包容宽恕 人最牛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在于爬上了山顶 而在于从山顶跌到谷底 她还能爬上山顶 谁的人生一帆风顺啊 没这灾就有难难 西天取经还九九八十一难呢 其实西游记特别像我们的人生 如果你能战胜九九八十一难 你才能取得人生的真经不是吗 是的 所以我相信你的故事 能够带给更多人霞光 照亮他们 谢谢 最后解释解释 忙 其实人忙啊 它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 看不见了 就像王梦这样 你不是特惨的 睁眼瞎最惨 心忙最惨 失去了感受 爱 感受关怀 感受世界温度的能力 那些放着好日子过不好的人 那些能有黑明亮大眼睛 看不到生活希望的人 不都是睁眼瞎吗 感谢蒙蒙带给我们的鼓舞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因为你的内心有光 你内心的光芒照亮你前方的世界 然后温暖感动更多的人 而这束光芒 是我们存在最重要的理由 永远不要熄灭人 我希望一个普通的蒙蒙 因为一缕霞光 能走得更远 希望你开心 希望你们幸福 谢谢你们到来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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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有什么话 跟你老婆说 谢谢你来了 老婆 对不起 你在我 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都没有离开我 受了那么多的苦 而我还对你发脾气 让你走 在处理家庭矛盾的时候 没有想到 顾及到你的感受 老婆对不起 我错了 我也非常谢谢你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是你拯救了我 我是想说老公 只要你在 我们的家就在 我女儿还有爸爸 有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 赞助播出 送你的是一束花 还有啥 还有棒棒糖 为什么送棒棒糖啊 我希望我希望我们 以后的生活 以后的日子 都像糖一样甜蜜 他如果 在没有市民之前 应该是很浪漫的 我建议你们最后 跟这个爸爸妈妈 说两句好吗 爸 妈 我跟季霞两个人 都一直在努力地工作 我们以后会挣很多很多的钱 也会对你们很好 你们就放心吧 妈 其实有时候 我也比较任性 然后我也请你们相信我 我们会越来越好 然后我还要在这里 跟我公公说 就是把心放在肚子里 那时候我记得就是 你说过就是时间还早呢 现在就是三年过去了 我很坚定 我还是爱你儿子 时间 不会说话 但会见证一切 对 好吧 不多说了 祝你们幸福 就不要往后走了 别往前走 不方便 再见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老婆 对不起 谢谢你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拯救了我 只要你在 我们的家就在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 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有请主持人 涂磊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好 谢谢大家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兔雷 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 二维码关注 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 来我们认识一下 三位嘉宾老师 心理专家 白燕仪 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情感导师吴斌 好 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节目 离婚 有时候看起来是一刹那的选择 实际上却是积攒多年的失望 曾经他舍弃一切 一步步奔向我 为这个家倾记所有 但我却总是跟不上他的节奏 甚至在好多时候 连基本的回应都没有 那些犹豫 又暗自较劲的时候 让我彻底失去了他 掌声有请贝智仙人杜燕 主持人好 三位嘉宾好 在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请坐 你老公给你道歉 在我俩婚姻的13年当中吧 然后我没有感受一点他对我的爱 然后在我们母子三人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选择了逃避 欠下了负债200多万 谁 我钱 钱付 那还干净了吗 现在还有四十多万 前后持续了很长时间是吧 五六年 五六年 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38 38五六年也就是你这个 从三十而立开始就没过过什么好日子 应该这么说 是吧 对 他不是来求你复婚的吗 是的 那你跑这来就是想要富了 我想看看他到底跟我说些什么 这么多年欠我一个承诺 也欠我一个解释 我想听他这么说的 来掌声有请致欠人赢世易 主持人好 三位嘉宾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你怎么会欠下200多万 因为吧 那时候 我迷失了方向吧 刚才听到 这话说了我心里挺算的 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 首先一点就是 因为当时他非常强势 而且给我压力特别大 03年吧 他出国 那时候他怀孕了已经 他没跟我说自己把孩子就打掉了 等到那个他手续查到办完了 你比如说这个出国的手续 都办完了以后他跟我说了 说我明天可能要走 我说你一走 我说你告诉我 我说啥意思 当时我听到我是非常生气 你的意思是说 在没有得到你同意的情况之下 把孩子拿掉了 是的 理由是为了要出国 对 出国干嘛 他为了养家户口 是为了给 因为当时 你养不了家户不了口吗 因为我当时吧 我们挣钱比较少 你在干什么 我当时是开的富士店 而且是我当时我丈母娘给我们拿的钱 我俩开的 一个月大概也就是个五六千块钱 他说的是事实吗 是 你们俩怎么认识他 我俩是两千年的时候在一个清巴 然后他当时是那里的管理者 然后我是去那里面因为吃饭呢 然后在那里面玩 跟别人发生了争执 然后在那里面就打起来了 他当时就是带着员工特别蛮横的 揪着我的衣服就把我给揪出去了 他把你揪出去了 对 你还跟他结了婚 我当时一见钟情 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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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追的他呗 对 追了半年 你咋追呢 这半年 就是每天去那里消费 然后给那个服务员买饮料 然后让服务员帮我弟悄悄话 噎 他说我喜欢他 然后无动于衷 每天只跟我说两句话 来了走啊 他就说这两句话 然后后期他们领导知道了 就不让我进了 不让我进他们那个清巴 影响人家工作了 噎 就是影响人家正常工作了 然后我就买假发 就是打扮各种造型 就变个形象 然后还混进去 你有那么喜欢他吗 就当时特别喜欢 睡完半年以后 我就去三峡了 爸爸给我接走了 消费太多了 然后我到那以后 他才开始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俩就每天聊天 都聊到三四点钟 你跟他有啥好聊的呢 来了 走了 走了以后就话多了 说啥呢 就是你在那边好不好呀 然后我在这边挺想你的呀 你在那边什么天气 也就是凡是都是关心之类的话 然后就是有之前的反差太大了 之前只有两句话 突然间就是包电话轴了 就让我特别心里特别暖 然后我就回来找他了 你以前谈过吗 没谈过来 他是你的初恋 对 是我的初恋 你谈过不 没有 都是初恋 那是坚真不屈的 所以你就背叛了家庭 嫁给了他 背叛了家庭 回来以后到他家 差距太大了 父亲一看整不了了 回来吧 父母都回来见他家家人 一去他家 一看那个家庭环境 当时就炸了 啥家庭环境 三间炒房 然后八个孩子 然后在特别偏远的 一个农村里面 我爸爸一去他家以后 一看这个环境 就是拍桌子 坚决反对 不行 他父母说的 给我八千块钱 彩礼钱 我爸当时就拒绝了 你爸要多少 我爸不是说要多少 最起码给我们一个房子 那怎么还接了呢 那么反对 我把户口碗 偷出来了 跟他等着机 等完机以后 我妈当时含着泪跟我说 说你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以后的路 你要自己选择 一定要坚持走吧 然后我爸 我妈就给我拿了两万块钱 让我俩开富士店 我爸就跟他离婚了 你爸妈离婚是因为你啊 对 因为你啊 是的 到现在开始 我丈母娘 我还是 我把她当成自己妈妈一样 所以2000年到2003年 你们结婚了 她开了富士品商店 对 过得咋呀 饭呢都是能吃饱 房子连暖气都没有 然后最让我接受不了的 就是我买个包 然后或者是买件衣服 她都是用那种质问的口气问我 怎么质问 你学一下 就是 你今天又花钱了 我说 花了 怎么了 然后她说 你买什么了 我说我买个包 花了多少钱 我说花400 花400 就这个语气 我当时我就觉得 我不跟你在一起 我买这个包 我也不用跟任何人说 这跟你在一起了 我义无反顾的背弃家庭 然后选择跟你在一起了 你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然后包括身边的朋友什么的 就是跟我在一起 一起的姐妹什么的 我们出去吃喝玩乐什么的 花钱都特别大手大脚的 你选择了嫁给一个经济能力 一般的男人 你当然得吃苦了 要不然你谈啥恋爱呀 你以前在没有跟他结婚之前 都是吃家里的什么 对 没工作 以前就是父母给我钱花 结了婚之后觉得难养吧 我们矛盾肯定是有 因为钱证不太多 他可能是习惯性的 花钱多一些 但是因为怀孕 怀孕了这个 当时我非常重视这个事 他没给我说 我挺生气 所以这个事 你拿掉孩子的时候 心里咋想了 我想证明自己 所以我就选择出国 因为我是签证闲下来的 签证然后三天以后就要走了 然后我们是需要做一个健康体检的 体检的时候才查出来 就是怀孕了 然后我当时想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我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我告诉他 他一定不会让我走 那这孩子不难受吗 难受 你不觉得这是一种 夫妻之间极大的不尊重 现在知道了 那个时候不知道 你多少岁结的婚 二十多岁 二十一岁 出国挣到钱了吗 挣到了 挣多少钱 两年挣了三十二万 干什么 先是在韩国的邮轮上 做服务人员 然后兼职七个小时 额外在那个咖啡馆 七个小时刷盘子 你这么娇生惯养 怎么还能这么吃苦呢 我想 不想让亲朋好友 就是看别我 然后我想证明给所有人看 我俩能过好 哎呀 这父母不应该娇生惯养你 要是严格要求你 没错 你还能成一个 特别 特别能干的女人 三十二万两年是吧 嗯 你一年能挣多少钱 还有菜点一年 洗澡烫黑的 也就挣个一万多块钱 能剩一万多块钱 他去韩国的两年 你想他吗 我想他 嗯 咋说因为 他去的有两年多 我两年多没见他 好准备中途 因为当时那个 现状是 信息非常不同 打电话飞车飞机 所以就是一年 我们两年当中 能打个一次两次电话吧 说不上几句话 他可能工作忙 或者那边有什么事 就暂没有通过话 说一下他从韩国回来的时候 你们见面的场景 我在韩国的时候 连回国之前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告诉他我要回来了 我当时想他能抱着一束鲜花 然后跟我一个拥抱 但是他没去机场接我 你为什么不去接人家 因为当天他的飞机 是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去人们接找 后来我们就跟那个 我丈母娘 岳母 商量和说 上饭店等着吧 就这样错过去了 当时他肯定是 下飞机没看到我 以为这个 是我没接的 所以就是这个 咋哭了呢 特别委屈 你本来想象的画面 是他买出鲜花 一副满脸 这个思念的样子 对 是吧 对 然后拥抱你 也不枉费你在外漂流两年 挣这三十二万 为了这个家 是吧 对 挣到的钱都干嘛了 回来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 你没办过婚礼的吗 没有 我就是想证明 给所有的亲朋好友看 当时他家给我拿八千块钱 根本就结不了婚 我也不想让别人看不起我 然后一次性全款买了一套房 买房办婚礼他是赞成的吗 买房当时其实看出他的表情了 压力挺大的 因为在售楼处的时候 就是他没想到 我到那块了 就是售楼员也没想到 我一次性就付了 当时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 他我一次性付了27万 一下买了一个全款的房 写了你们俩的名吗 当时售楼员就问写谁的名字 我直接脱口而出 我说写我的名字 高兴吗 挺高兴的 说实话 但是钱是他出的 完了都是东西 也是他办的 就隐隐约约 还是感觉有一种 压力 这种压力 从他出国的时候 瞒住你拿掉孩子就开始了 是的 回来挣到钱就更加加重了 对对对 所以一方面买了房 办了婚礼 好像生活质量越来越高了 总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是的 你跟他说过没有这种不安全感 因为我年龄比他大 我能忍我就忍了 我也不去跟他去说我心理想法 所以我一直在憋着 说实话 就从我俩相识到离婚 我一直我没跟他说出我的真正想法 他说啥我也 你行你去做去 你去找 明白 其实从他追求你开始 是的 你一直以来都是被动 是的 你从来没有掌握过主动权 是的 是吧 是的 那回来之后干点啥呢 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把房子卖了 也没有跟他说 你买了又卖了干嘛 我把这房子投资了 在我们当地开了一家经济馆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呢 我认为我想 那是你挣的 投资 对 有这方面的想法 对 卖房子又没告诉你 对啊 视你为无物 对啊 所以我更加生气了 因为我大小 我是个爷们儿 我是一家支柱 你是不是得跟我说一声啊 是不是啊 所以就是你连跟我说都不说 你就把房子给我卖了 虽然是钱你挣的 但说实话 钱是你挣的 但是最起码你得给我杀了 俩人在一起过日子 要求的是相互尊重 他咋说的 钱我挣的 我愿咋地咋地吧 你要我咋说 我当时 我只能说默默地 我忍受 所以就是在这个期中 我们发生很多那啥 发生很多事情 要无法理解 无法接受的 比如呢 正常咱就开个店吧 必须有一个 去营销策略吧 比如我跟他说 人家别人家 可能是50块钱 你来玩 为了多拢些顾客 你来玩 我给你上50块钱的币子 但我家 我要求啥 我说你来玩 我给你上100块钱的币子 咱为了多招点人来 你愿意多发 多发一点 对啊 咱多花 回头你来玩 这正常我们就 你保利多销 就人一来越多 我们就能争越多 他不同意 还有一个事 更可奇一点 就是因为这段时间 我们开经济馆 实际挺赚钱的 每个月都七八万的 那啥营业额 完了那时候有点钱了 有点钱了吧 我平时出去 我平时出去 跟朋友喝酒啥的 他那时候吧 在家看的 一看有钱 还要我怕学坏似的 还要我咋地似的 跟我朋友 我们正喝酒呢 进屋了 他目的我是很明确 他看我跟谁喝酒呢 是不是有没有女生 有没有那啥 有女生马上 咱得回家 不能喝了 而且规定我 每天不能超过十点 必须回家 完了一个小时 告诉我一个小时 你必须给我打这次电话 告诉我在哪呢 你说这 你说我这 你说要我咋吧 他得担心呢 你当初就是在 亲巴里面 被一个小女生 给勾走了的 那万一又来个 他这样的呢 是吧 对吧 担心嘛 万一碰上一个 喜欢大叔的呢 这会儿搞的我朋友 都不敢给我 找我吃饭去 找我的朋友 不敢给我打电话 都得通过别人给我传 那你为什么 要一次次的让着他呢 你看 第一次 瞒着你拿掉孩子 第二次 不通过你的同意买房子 又不通过你的同意卖房子 然后又天天监视着你 然后在工作上 也不尊重你的意见 你为什么要 处处让着他呢 因为我是这么想的 当时吧 他不顾家庭那啥 反正能一无仿度的跟我 而且比我小这么多 我就是 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爱吧 所以你就是认为 这种妥协是包容的 对 我包容他 你也够强势的 因为那个时候 长春来说 一个月赚七八万的话 应该是挺多的了 然后每天开着好车 出去跟亲朋好友玩的话 我就觉得男人有钱 一定会变坏的 不对啊 你不是喜欢他揪你的感觉吗 那种大叔的强势 那霸道总裁那感觉 登完机以后就不揪了 对 登完机以后就 百亿百寸了 就很面了是吧 对 就变成绵羊了 那竞技馆开得怎么样吗 到后期了以后 长春市也开得家属多了 然后我俩之间总争吵 就生意也下滑了 你们一直没要孩子吗 每天总是这么争吵 然后我姐就说 说你俩之间 应该缺一个润滑剂 我说什么是润滑剂 她说你俩应该要个宝宝 然后后来刚好 就去她姐姐家参加婚礼 然后她家那个农村的亲戚 都坐在那个农村的大炕上 然后就在那说 说她谁在家媳妇 不能生孩子 不能生孩子 你要的干嘛 都不能下蛋了 你要的干嘛呀 我当时这句话 听得我特别扎心 我就觉得是在说我 就是在说给我听的 回国这么多年了 我也是下不了蛋 生不了孩子那个人 我就感觉我就在说我 所以我当时就受刺激了 我就回来以后 没通过她 没告诉她 我自己就上网查 怎么能快速怀孕 能生孩子 独行侠 一直是这样 你也得要她配合呀 因为这么多年也做过检查 就一直怀不了嘛 然后后来我就去 做试管婴儿 试管婴儿也要她配合呀 最后一步才告诉她 就全程都是我一个人 你说你以前跋扈也就算了 你这这点太不可思议了 说句实在话 就作为一个男人是多大的屈辱啊 因为之前几年 就是我一说我俩要孩子 他说生不了就算了 就咱俩就 这叫啥 这叫伤害性不大 羞辱性吉祥 是吧 对不对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感觉我好像我就是一工具 当时心情感觉是不爽 你感觉到了屈辱吗 是 那孩子生了吗 生了 这个男孩女孩 双胞胎俩子 挺好的呀 这下这个家里该有点好转了吧 没有好转 咋了呢 因为我试管婴儿的时候 发生认沉巨兔了 在怀孕期间 就是打了三个月黄体同嘛 身体就一直在下降 然后等到怀孕两个月的时候 就吐血丝 然后转眼没超出正常人的二十倍 都已经下病位通知书了 当时医院一直让我 把这个孩子坐下去 然后我不同意 我俩到时候转到 我们那块专科医院了 保胎四十六天 我没吃没喝 不能吃饭不能喝水 我打营养液打了四十六天 可能是那个时候 就是孩子吸收的有问题吧 然后当时到四个半月的时候 肚子里其中一个宝宝查出来是异常的 但是因为是双胞胎 有一个是健康的 所以说一直要等到出生以后才能筛选 到底谁是不健康的 然后等到生出来以后 才发现是二宝是不健康的 我是坐试管院 而怀上的孩子 当时是三胞胎 我剪掉一个 剩了两个 所以说这一路走来 我特别不容易 所以说我不能放弃他 我见到孩子面了 我不能把他放弃 然后真的像医生说的那样 就是从四个月开始往后 就是每天都是 基本上总是跑医院 经常跑医院 而且每次跑医院的时候 都得需要抢救 他病太多了 这是二宝吗 对 他长得像他 好像他 好多病 就是他能活到现在 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这段时间 他对你是支持的吗 就你们俩不吵了吧 不吵了 但是就是 就是在我儿子 就是发病的期间 找不到他人了 找不到他人了 是什么意思 就是孩子 有一次发病了 然后当时抠兔白沫 然后嘴是往外流血的 因为他抽搐的时候 就是嘴是把舌头咬住的 然后我把手伸进去了 也伸不进去 就是每次我儿子抢救 都需要花个五六千块钱 然后我就到处给他打电话 我就求助 跟他求助 打了十多遍电话也不回 信息也不接 那会儿竞技馆还开着吗 不开了 那经济状况很糟糕是吗 对 这个时候靠谁呢 靠我妈 我妈每个月 两千六百块钱的生活费 都贴补我们家用了 你去哪了 她就不会家了 我这个时间段呢 因为我要出去说 上班 我那时候 我找了一个 我骗她 我说我找一个那个 那个什么 导游 我找个公司 我在那上班呢 实际上我那时候跟朋友 天天有时间 我去出去 跟他们打打牌 那你没出去挣钱 我是没出去挣钱 家里已经到了这样的经济状况 你为什么不去挣钱呢 因为那时候 我迷失了方向 她一看着我 她生气 她一两句 讲出啥话呢 说我不能费 你说她窝囊费啊 就是那个时候 就晚上回来特别晚 就是什么都不干 然后晚上回来特别晚 然后我一问她干什么 她也不说 我说你这天天 你这么窝囊 你天天在家 你不想办法挣钱吗 咱们这一大家子 都在这等着呢 我妈妈 一个月两千多块钱 都贴不咱们家用了 但是说过一些这样的话 钱是那个时候欠下的是吗 是 你打得那么大吗 两百万 因为那时候人 就输鸡养了嘛就 你输鸡养了 那个时候你想想看 二十七万能买套房呢 你这输掉了将近十来套房子呢 一开始吧玩的时候吧 还行 就是小小那儿的 把赢钱 那时候吧 也是约着一些朋友 像韩国举手岛 你跟我们上鸡养岛玩去吧 就这么的 但是你看着她妈妈 两千六百多块钱的工资 都贴进来 你打牌的时候不心慌吗 人在那个场景的时候 实际上考虑没有 没考虑这些 咱犯错误了吗 什么时候发现她欠钱了 我儿子有一次抢救嘛 然后那天的时候 家里实在是没钱了 我妈妈已经就是 把最后的工资卡钱 都拿出来了 然后实在是没钱了 你爸呢 我爸我们这么多年没有联系 然后我就给我一个朋友打电话 我俩都认识的一个朋友打电话 然后他说的 借钱你家孩子有病了 你不前几天 你老公不刚在我这 拿了三万块钱吗 说你家孩子有病 然后我当时我就懵了 我说在这拿钱了 然后紧接着 我就给他姐打电话 他姐说你家二宝 我前两天刚有病 在我这拿五万吗 就所有的身边朋友 就是长城寿 他打着孩子的名义借钱 对 实际上是赌博 对 你戏疯了吗 我当时崩溃了 因为我儿子当时 需要救命的钱 他全给 他全给用在赌博上了 在那个手术室门口 我连钱都没有 没着了 我给我自己的 亲姨打电话 因为我从来这么多年 没给我家这边 亲姨打电话 借过钱 在他们眼里 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能赚钱 然后能养家 就生了两个儿子 他们都特别佩服我 然后实在没办法了 我给他打个电话 当时给我打了一万块钱 谁提出的离婚 我 他很爽快答应 是 那欠的那些债呢 债我算他的 我精神出户了 他精神出户了 但我自己扛 就带着债 精神出户了 是的 虽然是这样 但那些债主会骚扰你吗 我家校区拉横幅 我家门眼被人家堵过多少次了 玻璃被人敲碎了 我儿子幼儿园门口 都被那个面包车堵着 就是崩溃了当时 离婚的时候 去民政局 你是什么状态 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我肯定不高兴了 一直都在哭 我是不高兴 他哭一路 你应该高兴啊 你不解脱了吗 我肯定不高兴啊 你不是被他已经压抑太厉害了吗 是 但是当你真正面临这个情况的时候 你不可能高兴 因为他是以你曾经爱过你 你爱过的人 你不可能去高兴 但是没办法 因为当时他说了 你要是不离婚我就去死 我没办法 我人的离婚 我清清除后 我带他走 孩子他呀 你舍得吗 我不舍得 但是每个月呢 我给公定的给保养费 多少钱 一开始我们学日是一千五 给了吗 每个月都给了 哪来的钱呢 我后来自己 我打工赚钱 你不是还要还债吗 我打工赚钱还债 还了 带 抚养孩子这个抚养费 所以 我也想用 剩下的这些人异补吧 那你怎么又联系上他了呢 不离了吗 有一次就是孩子实在是 第一次提出求复婚是什么时候 前年的时候 他之前说他心脏不太舒服 然后我说他 我给你报了一个那个体检的那个 然后你到医院来体检吧 然后他去医院体检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到医院的时候 不太舒服在那坐着嘛 我去取的报告 取完报告以后 那个报告 那个医生跟我说 说他左心房变形了 然后我当时也是挺难过的吧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跟他说 我说心脏有问题 我说以后你开车注意点吧 照顾好自己 然后他当时跟我说 他说咱俩付婚吧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我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 然后受益人写的是法定 就是也就是说我一旦要是离开的话 这笔钱除了我儿子以外 可能其他人还能分得到 然后咱俩要是付婚的话 登记的话 可能这笔钱就留给你们母子三人了 我当时没同意 当初也不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的 我不想因为这六十万跟他付贵 当初就是因为这个人 给我特别有安全感 然后踏实 那你想因为什么跟他付呢 除了钱 不想因为这笔钱跟他付过 问你几个问题 现在回想当初追他那半年 叫如今来想 你觉得那是爱吗 不是 那是什么 冲动 你在韩国挣钱 是为了家里吗 说实话不是 那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证明我自己 你生两个宝宝 是为了两个人之间 为了两个人生的吗 百分之五十 还有百分之五十是为什么 百分之五十是不想 因为我俩平时种争吵吗 其实我觉得你真正对他 感情最深的那一刻 是你放下你的自尊求助他 对 我觉得那才是第一次费点 以前可能也有 以前是冲动 后来在生活当中是习惯 再后来就变成了厌恶 对 但是到你要打电话 你说我求你来的那一刻 你才是真的 把对他的依恋说出来 对 好 我们来听听三位老师 这么讲 好吧 好 你们两个是相爱的 只不过都是彼此第一次恋爱 没有人教给你 怎么去爱一个人 不知道怎么去给予 不知道怎么去尊重 也不知道去包容和妥协 所以可能在你们爱情的 前半段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男主人公 并不像一个老公 更像是一个宠物 就是我带你去哪 你要去哪 我给你绳你要吃 你要闹我就要镇压你 我还得给你拴个绳 你不管走多远 我都给你瞪回来 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不是尊重 不是爱 但是可能对于一个东北爷们来说 面子比命重要 是 是吧 我撕不下来脸 去跟老婆吵 我撕不下来这个脸 去告诉别人说 这些都是我媳妇种的 都是我媳妇给这个家做的 这些东西 但是今天你能撕下这张脸 坐在这儿 在大厅广众之下 在那么多的观众和网友面前 来讲述你们的故事 去撕开一道一道的过去 你已经突破了你自己了 别被自己原来 原来的这些故事所束缚住 也别再想那些伤疤了 有的时候 学会忘记 就当这些经历 都是给彼此的考验吧 希望你们能够把这页翻过去 未来的路还挺长的 当有一天 你们特别幸福地站在一起 说原来的那些 都是值得的 都是成长 因为今天我们很幸福 就足够了 希望你们俩能够和好 谢谢 谢谢老师 你刚才有一句话 你说 再怎么 孩子的亲爹 也比别人靠得住吧 可是 杜燕 我说一句比较残忍的话 在你决定跟这个男人结婚 你的父亲母亲 因为这件事情离婚之后 你遇到了这么多的生活起起落落之后 你的父亲 靠上了吗 没有 不一定 真的这个世界上 不一定亲生父亲就靠得住 而一个负责任的亲生父亲才是靠得住的 这个男人犯错了 这个男人犯错了 能够打着孩子 病孩子的名义 去借钱赌博 这得多不是人干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他的错误 不因为为什么 不因为说你是不是强势 或者如何如何 但是知错能改 我觉得这个是人的一个特别有价值的东西 刚才你说你不会因为那六十万跟他复婚 你不会因为钱跟他复婚 但是其实这对于盈事业来说 他不是要给你六十万 他是要给你一个担当 所以我倒觉得那六十万的一个承诺 显得是挺珍贵的 而你用了这六年的一个改变 让他敢于相信 相信爱 相信婚姻 相信男人 所以挺棒的 这个行为挺爷们的 谢谢老师 好好地呵护他 不要再打碎他 谢谢老师 未来的生活能够幸福 谢谢你们来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两人相亲爱在一起 应该组建一个天堂 因为人间有时候很冷 尤其是东北 很不幸 这个肩负着经营使命的人 一头扎进了地狱 今天 这个舞台 是你重返人间的开始 我相信一个在地狱走过一遭的男人 应该珍惜人间的温度 一定 否则咱这罪不是白糟了吗 对 能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男人 还是有毅力的 有勇气的 你爬出来 就证明你是个爷们 跟地狱永远告别 希望你的身上的每一处伤痕 变成你面对人间风雨的盔甲 送给你们俩 谢谢老师 祝你们幸福 谢谢你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这下来有什么话 你们俩人说 谢谢你来了 媳妇 那个 好多年 好几年没这么叫了 人心有这么叫你一声 媳妇 今天我心情也是比较矛盾 又激动 又心痛 心痛你呢 跟我这么多年 从 我们相识相知到今天 你为了我这个家 富士太多了 今天来到这个平台 我的想法是 因为我从来没跟你说过 一句对不起 我今天当着 在座的所有各位 我跟你说一声 媳妇 对不起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请你原来老公 从前的五指 希望我们 在以后的路 让我 能够 用心爱护你 用我余生 保护你 保护家人 我也跟你声一声 对不起 对不起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用我自己的一个 强势一个女人的一个态度 来对待你 希望你能原谅我 对不起 我想当着在座 我没求过婚 但是今天我当到大家的面 我向他求婚 老婆 路燕 燕燕 我曾经的 最爱 今天我来了 我来到的 谢谢你这个舞台 我是抱着一颗 真诚的心 我希望你能为我过去所做的一切 原谅我 为了我们这个家 我会用余生 保护你 保护家人 请你 嫁给我 我还能在一起才是真感激 是的 谢谢老师 谢谢 最观念的是还是祝你两个孩子身体健康 是 嗯 慢慢来 好 行 就这样吧 谢谢 幸福啊 再见 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 赞助播出 媳妇 对不起了 请你原来老公 之前的五指 你为了我这个家 护士太多 让我 用我余生 保护你 保护我家人 此刻那些伤长不明白了 本栏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 赞助播出 既然曾经互相伤害过 那么彼此的伤口 还要对方一起来吻合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 会感激的话 想要诉说 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 不散